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无法签标 有消息透露最晚会再被州内签标 也就是48小时内吧 当然夜长梦多 近几日已经有三支球队 通过电话联系安东尼 想商讨加盟的事情 可安东尼对此表示已经下决心加盟火箭了 不会考虑其他球队了 这其中就包括老山的湖人队 刚刚又爆出一则消息 著名记者楼透露 火箭今月内会再次做出交易 而火箭会再次交易 奈得到另一名侧翼球员 上图是记者在推特中写到的 很明显推特中的侧翼不是指的安东尼 而是另一名 从莫雷最近的动态来看 火箭正在积极筹划交易安德森 而之前莫雷给出的筹码被老鹰拒绝了 但是老鹰并没有拒绝着比交易 只是老鹰不满意筹码新秀奥鲁阿库 而在奥鲁阿库被交易后 莫雷定会迫不得已送出梅尔顿 虽然他夏季联赛表现出色 收到火箭管理层已经球队们的认可 但是为了眼前 莫雷不得不将他作为球迷送走安德森 安德森在火箭的作用一目辽然 常规赛可以打打 在世纪后再尤其是关键时刻 他丝毫没有作用 还拿着2000的顶心 所以越早送走他对火箭 越有利 消息已发出 网友们都在猜测 是不是之前火箭追的老鹰队的贝兹莫尔爱好贝兹猫 其实并不然 火箭不止贝兹莫尔感兴趣 另外还包括詹姆斯 约翰逊 JR史密斯以及黄蜂队的巴图姆 这四人都是很好的集战力 对于独观球队 来说包括火箭都是很好的补充 火箭目前最缺的还是4号外 其中詹姆斯 约翰逊和巴图姆最为合适 但是可能性最大的还是老鹰队贝兹莫尔 虽然贝兹莫尔对于火箭来说位置有点重叠 但是总比拿着2000万上不两场的艾瑞森乔